那現在我們講一下說今天是受到 你們說是涉台單位嗎 是像是國台辦這邊邀請說要去那邊 解決這次中國禁止我們產品事務的問題 名義上我們是受到廈門市相關協會的邀請 到大陸 主要其實今天主要的議題 第一個是有關重啟小三通的議題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小三通已經停滯 停了大概快三年了 將近三年了 這個是不管是我們金門鄉親 還是兩岸我們的台商 我們的兩岸的台商都引頸期盼的事情 那前一陣子我們在立法院有執行蘇貞湯院長 國民黨團也一直努力的呼籲政府趕快恢復小三通 我想這個蔡總統在國慶文告的時候 有說要遞出兩岸和平的橄欖枝 我看現在明天 今天事實上衛部也有派王必勝市長到金門區去 視察有關相關的醫療量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三通應該是見在懸上 那到大陸去這一邊 所以這是今天主要去談說有關相關的細節 比如說路徑後的這個隔離的天數 隔離的這個方式檢測的方式 核酸檢測的方式 還有各方面的一些細節 比如說很多台胞 台胞症過期的這個問題 這些東西怎麼處理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個小三通是二十年前 我記得我父親泉水木医長時代開始這個破冰之旅 那二十年後因為這個 二十年後因為這個疫情而停滯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是兩岸和平的開始 那我們金門可以作為一個兩岸和平的橋樑 那趕快讓小三通也復航 所以今天主要的議題是談論這個小三通復航的相關細節 那第二個當然就進來這個包括我們金門高粱九 就是暫停消往大陸的這個事情 因為相關的可能文件的不齊備 或是其他的相關的可能的這個原因 這次去我們也會去反應民意了解說 這個到底是需要怎麼樣具體的文件 或者是要有怎麼樣的溝通的這個管道 希望建立一起這樣的一個聯絡窗口 讓這個不管是我們金門高粱也好 或者是我們臺灣很多產業界 就是許多的這個產品是不是 可以讓兩岸之間有一個更好的這個往來 那兩天的行程分別 是兩天嗎 兩、三天的行程這個分別 是有什麼樣的內容重點是放在哪邊 重點 會見到胡臺辦的相關色彩的官員到哪裡 重點是當然當然是談小三通的富航 這個是我想是當務之急 尤其春節已經快要到了 這個傳統團員這個日子 希望這個部分趕快的來重啟 那當然我想我們這邊也是呼籲 我們的蔡政府這個部分 趕快回應人民的這個期待 然後談這個細節 那第二個當然 基於最近這個很多產品 暫時進口的進口往中國大陸的事情 我們也希望可以反應民意 讓知道說兩岸之間還是要多溝通啦 多往來啊 多有一些 了解的這個渠道 主要就是這樣子 來 那個 黃宗明副縣長 跟這個 千萬縣長 是 預期會一起到場嗎 是 之前都有先告知 如果對他們比較大的意見 我是受到這個 大陸這邊的邀請 那至於這個 陳縣長跟這個 王縣長的部分 那 他們還沒有上任嘛 所以 他們有沒有告訴 這個 我們這邊的相關的單位 我知道 我知道是 王宗明副縣長 因為他 他現在是副縣長 那他是準縣長 他的部分應該是已經有跟 我們這邊的相關的單位有做過高貝 因為他 他還是有官方的身份嘛 那陳懷縣長 準縣長 這個部分 就不得而知 我想國民黨一直來 對於這個 兩岸的政策 對於就是政策一直都是這個親美 有日 合入啦 就是說 希望這不管跟 哪一個 就是在對外方面 都是可以保持友好的關係 所以 我沒有特別接到我們黨團的任何的這個指示 但是我想這個基調是不會改變的 你才剛出院 對 你身體狀況 你才剛出院就出院 大家有沒有覺得我最近講話比較溫柔 是 就是 我想 身為民意代表 這個 從政從來就不是輕鬆的路了 然後 有這個民眾的付託 這個不管是小三通 或者是 經久消亡大陸這件事情 都是一個沒有辦法等待的事情 所以 即便我申請 我剛剛算剛剛恢復 當然我也是希望說可以再休養一下 但是 因為這件事情是極如辛苦 也 也應該就是勇敢的承擔起這個責任 然後去敬穩 身為這個金門立委的這個責任 我覺得這次大部分商品 都是因為文字不符 然後被擋 就是被暫停進口 那其實有像 講到說 像中國台灣也會被擋 那會不會覺得說 像比如說金門政府 就是經營的這個金九 其實跟中國來說 相對的友好 那這次也被禁止 進口 會不會覺得 他們在做養套殺的情況 我想不能因為說 別人買我們的東西 然後就我們就說他是養套殺 那好像說 就好像有人一直說 大陸如果買我們的東西 就叫做統戰 不買我們的東西 就叫做打壓 我覺得這樣是沒有道理 大家做生意往來 在經貿上 兩岸的互動是這麼的多 我想做生意 和氣生財 就是大家少講一些這個彼此 就是都說好話 然後多多溝通 那具體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就是多多溝通 希望大家就是兩岸 都朝著這個善意 和平的方向前進 那不只高粱 其他的這個產品 包括雜事等等 也都會 目前是暫停 輸入大陸 但是這次國民黨的選情 是不錯的 怎麼會做出類似的 經濟制裁 所以我們儘量不要往 就是說我們儘量 朝著產業的角度出發 然後儘量不要往政治 去想 雖然大家知道 這跟兩岸的政治脫離不了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務實的去討論說 怎麼解決 這個站在產業的立場 替我們台灣的產業界 開一條路 至於我覺得其他包括說 比較軒然說 這個是什麼養套砂 或是這是什麼的 這一種打壓什麼 我想這些話 既然大家要溝通的 就是好話多說 那多多善意溝通 我們希望還是真的為民間做一點實事 好 謝謝各位 辛苦了 謝謝 如果有一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魔王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 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要請大家多多支持